小王子 你看看谁回来了 小王子 爸爸妈妈回来咯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们 小王子你看 这是谁 奶糖 快叫哥哥 哥哥 嗯 弟弟 喜欢作者就三连支持一下吧 五年不回来 一回来就带个弟弟回来 难怪不愿意回来 原来有了另一个小孩啊 哎呀 小王子 我们这不是忙吗 还不是为了赚钱 好了好了 让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奶糖走 我们去睡觉吧 好嘞 爸爸 吃饭了 吃饭了 好嘞 哇 全是我喜欢吃的菜耶 喜欢吗 喜欢就多吃一点 嗯 小王子 你怎么不吃啊 我对海鲜过敏 哎呀 你瞧我这机器 这给忘了呀 你是忘记了吗 你估计都不知道吧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这是你和妈妈说话的态度吗 好好吃饭 哎呀 干嘛和孩子这么凶 就你惯着 小孩子都被你惯坏了 对了 你考试成绩怎么样啊 都不及格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猪生天的玩意 我和你妈妈从小就去学吧 怎么你是一点都没遗传到啊 居然还考试成绩不合格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只管神不管呀 从祖神到现在 你管过我吗 每次回来就一顿教训 你凭什么教训我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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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你惯的 嗯 我的电脑主机去哪里了 你们看到我的电脑主机了吗 嘿嘿 被我拿去拆了 你凭什么拆我的东西 拆了怎么了 你成绩上 就是玩电脑玩的 拆的真好 以后多好好学习 凭什么 那是我的东西 你们回来了以后 我的生活都变成了一团乱 你们回来干嘛 你怎么说话呢 你要是看不惯我们 就给我出去 走就走 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 这小子就先收拾了 这小王子一天都没回来 会不会出事了 是啊 这孩子 不就是说了句重话吗 怎么还不回家了 还不都怪你 一回来就对他大吼大叫 本来我们就对他缺少关心 你还说成那样的话 我们长期不在他身边 一回来不是关心他 而是说教 你让他心里怎么想啊 还给他带回来一个弟弟 他肯定觉得我们根本不关心他啊 都怪我 我性子急 是我不好 我们这不是为了赚钱 很难回来嘛 我们得赶紧去找找了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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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在那 你怎么趴在这里睡着了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你们来找我做什么 小王子 是爸爸妈妈不好 是我们对你缺少了关心 我和你道歉 你爸爸也知道错了 是啊 爸爸知道错了 不应该一回来就对你大吼大叫的 还带回来个弟弟 谁估计到你的感受 是爸爸不好 爸爸以后肯定会对你好的 到时候和爸爸妈妈走 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能原谅爸爸妈妈吗 太好了 宝贝儿子 我给你买了个新的主机 昨天我已经教训弟弟 看知动你的东西 我昨天说的都是气话 你往心里去呀 好 谢谢爸爸 många 搞不好 谢谢大家